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題是暗影巨金怪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吧 好 那目前暗影團體戰首次的登場 想必的之前沒有抓到火箭隊幹部提供的 射為暗影的寶可夢的玩家們 這幾天應該都在努力的捕捉鐵雅鈴吧 畢竟我們昨天影片有講到 其實在PVE的表現 鐵雅鈴最終進化型的巨金怪 確實在剛吸的傷害量排名算是不錯的 不過也是有玩家願意嘗試使用暗影的巨金怪 在大時間龍對戰中跟神獸互相拼搏 所以今天的話我們就來看一下 暗影巨金怪是否值得你鍛鍊起來 在大時間龍裡面對戰呢 好 今天由暗影玩家再次來提供對戰影片 那今天的主角暗影巨金怪是在第一指 後面分別有兩龍 傑克羅莫以及萊西阿姆 我們進入今天的第一場 好 那第一場的對手是直接來個順風開 看到蒼翔啊 蒼翔本身怕剛吸招式對手直接換角 我們看到蒂雅卡上來 那蒂雅卡上來竟然選擇萊西阿姆來面對到蒂雅卡 雙方在小招傷害量明顯的是有斷差距啊 那對手是率先出個招式 鐵頭出來 這邊的感覺應該是要直接把萊西阿姆給賣掉 所以用一個交錯火焰逼迫對手開盾萊西阿姆下去 那就不知道是巨金怪會上來還是傑克羅姆會上來 交錯火焰 欸結果對手竟然沒擋招 哇 他並沒有強取順位 反而這邊我們還是順順的拿下他 這個操作令人不解啊 難道說他想拿我們萊西阿姆稍微練功嗎 不然這個操作他還是會遇到巨金怪啊 好 蒼翔上來了 蒼翔這邊配著小招式電光一閃 濃了幾下之後巨金怪上來面對到蒼翔 那他攏了幾下之後這邊能夠順時的出招 應該是打帶跑的招式 那我們這邊擋招 近身站出來 開了一盾之後對手換角做一隻角色 結果是伊佩爾塔爾 伊佩爾塔爾的話本身27招式能夠去打傑克羅姆 那我們目前上一盾 所以對方還是有一點小小的優勢在 那運用玩家此時把作為盾開掉了 擋了一個二字波動 那目前這個傑克羅姆的優點就在於 交錯閃電這一招式沒有副作用啦 所以連續的出招 相對面對到對方的伊佩爾塔爾 還是有辦法去造成一點壓制力 而且一下下去逼迫到隊友開盾 目前雙方小招傷害量的差距也能夠感受出來了 對手伊佩爾塔爾已經殘血了二字波動出來 但是他還有一盾 而運玩家這邊好像有一點小失誤了 並沒有把交錯閃電給按出去 導致對方伊佩爾塔爾再次出招 那出完招之後 巨金怪上來 但是這個小失誤看起來並不影響 因為我們剛好子彈拳把對方給濃下去 接下來我們再次看到蒼翔 其實蒼翔目前是沒有氣量的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連續兩個會心拳 直接打爆對手 如果剛剛的傑克羅姆 用交錯閃電 勢必能夠收拾掉伊佩爾塔爾 但是對方的蒼翔一定會濃死我們的傑克羅姆 說不定可以兩個招式直接打爆巨金怪 所以剛剛的出招 並沒有按 可能是技術上的考量 才會這樣做 所以最終一開始的順風 我們是穩穩的蠟燭了 好我們進入下一場 這一場是地雅烏卡 好地雅烏卡的話 我們這邊是還OK啦 那我們今天的比較特別 是大招裡面並沒有配地震 配技能強烈 所以一定要急到地震的氣氧上 使用彗星犬來騙個盾 而對方是換角了 適時的選擇洛奇亞 想要雙抗地震 但殊不知我們是巨英怪的彗星犬直接出去 但是對手還是擋招 比方說擋招的話 這個艾爾洛奇亞應該會重傷 他擋完招之後 運玩家選擇的是傑克羅姆上來 傑克羅姆上來 傑克羅姆上來 會怕他的龍尾 而對方是要猛擊出來 雖然我們是有抗性的 但目前想要上剩下一半 然後這邊快速的先用一個交錯閃電出去 那剛剛因為對手已經開了一盾了 所以一個下去之後 欸!對手沒有擋招 本來以為他會擋 然後再拼第二個交錯閃電 但是並沒有 對手這個洛奇亞是直接送頭了 這場對手的操作 感覺跟一般的狀況不太一樣 切腳並沒有直接去扛招 但是他扛到的彗星犬也算是不錯 那傑克羅姆這邊 是被對方的地獄卡龍襲直接點下去 再次是一個雙方的對決 但是目前有盾的優勢 所以這邊先開個盾 擋住對方的鐵頭 鐵頭擋住之後 然後可以用彗星犬直接出去 鋼氣打鋼雖然減傷 但是我們今天是有暗版本的 高傷害一下下去之後 對手的地獄卡也沒辦法 直接吃個招式 所以他擋招了 那這邊用玩家竟然直接把 軍怪給放掉了 最後決定交給萊西阿米去處理 萊西阿米上來 然後對手也換腳 結果他最後的角色是鳳王 那這場就結束了 萊西阿米本身的火跟龍 可以直接雙抗火系招式 而且今天我們的招式裡面 有配置監視攻擊 一下下去 雙克 然後這個鳳王就會直接往生 所以在最後一隻的對決 我們是佔得非常大的優勢 最後地獄卡上來 其實也沒有辦法按招式 我們就獲勝了 好我們進入下一場 這一場的對手同樣是蒂阿盧卡 蒂阿盧卡的話 對方的流星群打到 我們才會是烈士 那流星群是有副作用的 我們的地震是沒有 而且我們今天沒帶 可能TING是用灰心拳去騙盾 所以就要看雙方怎麼去打 雙方這小招部分的話 都是會減傷的 但是感覺對方是比較痛一些 我們血量上噴比較多 那一個灰心拳出去 逼迫到對手開盾了 然後接下來準備在灰心拳的時候 對方是出招了 那因為玩家這邊沒有保巨型怪 遲到流星群會直接下場 喔!真的是流星群出來 那用一個巨型怪換一盾 接下來萊西拉姆上來 萊西拉姆只是上來的話 對方的地獄卡再次出招 這邊一定得開個盾 然後流星群 剛剛好他的攻擊一下降會直接換角 然後他第二角色是洛奇亞上來 那目前萊西拉姆聽說都是 配堅持攻擊居多 可能是因為洛奇亞太多了 那一下下去 對手洛奇亞直接噴了半血 接下來選擇傑克姆上來 傑克姆本身電能夠去抗他的飛行機早勢 對手不是氣氛攻擊的話 相對的就是沒有那麼大的困擾了 那這邊並沒有開盾 用肉體擋住神要猛擊 但是要直接用龍席 把對手點掉難度太高 而且對方的龍尾其實有點痛 所以逼得運玩家是快速的使用交錯閃電 直接收拾掉洛奇亞 然後再次看到地獄卡 這地獄卡上來不知道要幹嘛 因為這邊龍不死我們 反而我們可以龍了一點氣量 而對手對的角色是 奇亞蒂娜上來了 奇亞蒂娜遲遲遲上來的話 我們沒辦法使龍裡領 所以最終選擇了交錯閃電 很可惜並沒有配咬碎 所以這交閃下去 好險對手還是開個盾了 那就是萊西阿姆最終面對到奇亞蒂娜 但是火系打龍是減傷 不過配合著龍血應該傷害量是夠啦 那我們這邊開了一個盾 擋住對方短能量的奇異之鋒 接下來的話交錯火焰直接按出去 對方其他地獄剩下三分之一左右的血量 看起來傷害量應該是夠啦 並交錯火焰的DP是非常之高的 而且剛好萊西阿姆也有鼠修 所以一下下去收拾掉的對手 那就下一場 這場巨型怪對手 喔是鳳王啊 鳳王正常來說是絕對牙之巨型怪 但是我們今天配置技能強烈 是不是為了打鳳王呢 我們繼續看下去 那選擇萊西阿姆上來 對手多吐了幾個燒劲之後 換角的傑克歐姆此時上來 這邊的話很明顯 做一隻一定就是地牢烏卡啦 八九不一時就是鳳王雙龍陣 那這邊熊一個堅持攻擊出去之後 對手的傑克歐姆並沒有擋招 但沒有擋招反而是自己直接下去的 這有點虧啦 這個傑克歐姆直接送頭有點可惜 他應該是要上地牢烏卡 可能會比較好一些 但是並沒有這樣做 反而鳳王被派上來了 鳳王覺得有點辛苦 面對到萊西阿姆這邊是被絕對克制的 但是女玩家並沒有使用堅持攻擊 反而是先者的短能量交錯火焰下去 看起來要準備下場了 因為是跟對方切齊出招的 好對手鳳王出招 他選...喔!是地陣版本的鳳王 然後對手是一隊烈士 接下來我們選擇傑克歐姆再絕對壓制鳳王 看起來有點可惜的是 沒有辦法看到巨型怪的技能強烈打到鳳王 因為如果他做一隻地牢烏卡的話 相對的應該是靠著力量直接壓制 欸!不過不是!他做一隻竟然是顧拉多啊 本來以為傑克歐姆應該會配地牢烏卡一起上來 但是顧拉多的話 這邊有壓制到我們的巨型怪了 那對手這邊先來一個短能量火焰拳騙遍盾之後 目前雙方平盾了 當然巨型怪的灰星拳一下就能夠收拾掉顧拉多啦 但是因為我們出招稍微慢了一點點 那一下灰星拳下去對手勢必得擋招 接下來就...如果他斷來之間直接出來 我們擋到灰星拳是能夠出去 就要看他這一下是什麼 好對手此時出招 斷來之間我們剛好擋到了 那這個灰星拳沒有意外的直接K到 然後鳳王要上來 目前鳳王應該是會用燒鏡直接把我們農下去啦 但他顯量上有點少 代表他有可能會被灰星拳直接打到 喔!竟然殘血出大招 對手鳳王有點衰啊 剛好燒鏡吐到吐下去沒死啊 巨型怪剛剛好剩一滴血 最終鳳王被灰星拳直接賣下去了 好那這一場在一個逆風的戰況下我們是獲勝 好我們進入下一場 這一場再次看到地牢吐卡 不過對方是擺設的地牢吐卡 但是他中途選擇洛奇亞上來 這個選擇洛奇亞上來說實在是非常大膽啊 洛奇亞的招式啊 在打巨型怪都是減傷的 那這邊我們不急的換角 選擇巨型怪的灰星拳出去之後 對手擋招 中途切捷空物上來擋切 因為洛奇亞的大招目前都是配置 A型系為主啊 而他選擇高能量的氣氛攻擊出來 打捷空物大概半血左右 剩下的血量他應該會打算龍尾幫我們點掉 但是我們剛好交錯閃電好了啊 是不會讓他這麼做 那交錯閃電出去 對手做了一頓是否會保呢 欸結果保住了 那剩下的血量就會被他的龍尾給點下去 對方的洛奇亞氣氧上非常的好 看起來應該可以再放一個氣氛攻擊啊 然後我們這邊是巨型怪上來 軍怪此時上來開盾擋 對手神良猛擊出來 是短能量的招式 目前有一頓的優勢 對方的地歐卡還在後面 洛奇亞確實在目前大神盟非常多啊 而陣型上如何去打洛奇亞非常關鍵 好對手最後一個角色 結果是斜拉蒂娜上來了 斜拉蒂娜此時上來 猶豫了一下才讓地歐卡上來 但是目前有一頓的優勢相對的 對手的地歐卡是沒辦法做太多事情的 我們快速使用一個交錯閃電 直接把對手的地歐卡可以打下去 一下下去之後 平傷打擊地歐卡扛住了 那這邊萊希阿姆是否會開盾擋對手的招式呢 喔是開了 不過對方的其他地歐感覺出招數會比我們快血 好這邊點掉了對方的地歐卡 然後交錯火焰 喔這邊氣滿並沒有暗 看起來是有點小小的失誤 然後最後要交給巨型怪 巨型怪是否能夠用一個會心拳出來呢 這邊氣揚傷看起來是夠喔 對方... 唉唷!切奇出招 但是我們攻擊是贏過對方其他地娜 最終會心拳就K到了 來看一下傷害量夠不夠 一下下去 喔對手剩不到一半的血量 我們直接把他K下去了 好我們就下一場 好這一場的對手是... 再次逆風的鳳王啊 選擇萊西阿姆 對方四蛇切腳 是地歐卡上來的 這邊的話 不知道他是鳳昌帝還是鳳王雙龍 那當然萊西阿姆出招數還算快啦 交錯火焰還是能夠出去 對手一定得開盾 他如果不開我們能夠強取順位 所以這邊對手硬爆了 接下來的話 喔對方是率先出招了 並沒有多忍一點 那這邊地歐卡收拾掉 萊西阿姆 鐵頭喔 但是還剩一滴 目前是以盾的優勢 巨星怪可以上來 但是對方一定有辦法再放一個流星群出來 子彈拳K不死他 那我們今天帶的暗影版本的巨星怪 遲到流星群會直接下去啦 所以勢必還是得開個盾給個尊重 但是代表了我們有機會看到精神強烈K到鳳王 雖然蒼西西招式打鳳王是沒有屬性上的壓制 但是對於巨星怪來說是有屬修的 而且這邊擠到了非常多的氣量啊 準備來看一下鳳王 好鳳王上來 這邊還是多打了兩個子彈拳 不要浪費 然後精神強烈出去 精神強烈下去之後 對手鳳王直接沒檔 但是鳳王坦度非常的好 只噴了半血 然後再吃一個燒劲之後 再補他一個精神強烈 這邊勢必想要再逼他一頓 精神強烈再次出去 對手鳳王擋招 好中途捷克沃姆上來 直接沃姆上來的話 對方的鳳王到底帶地震還是神聖之火呢 好這邊是開盾給個尊重 擋住對方的神聖之火 然後對手的傑克沃姆 此時上來一個競相對決 但是我們這邊有氣量上的優勢 逆菱直接出去 那這逆菱肯定能夠收掉了 最後鳳王兩手一攤 遊戲就結束了 看起來今天的陣容啊 在打鳳王雙龍是OK的 畢竟後面兩個角色 剛好是絕對壓制鳳王 而且出招數 稍微比對方的地牢卡快了一些 而菊英怪今天的強烈 看起來就是為了鳳王而準備的 好那最後菊英怪殘血 一個子彈拳收拾掉的鳳王 好那我們就去下一場 這一場看到龍猴地鼠 剛系來說啦 因為菊英怪要打剛其實比較困難 因為地震能量上比較高 看到龍猴地鼠當然是劣勢 選擇萊西亞姆上來 但是今天的30角色 基本龍猴地鼠都是能夠打的 因為直龍鑽 鑽鑽鑽鑽 三隻可能就下場了 所以這邊要如何去處理龍猴地鼠呢 好對手一個直龍鑽鑽出來 我們先擋招 然後補他一個交錯偶焰 對手應該是不會放棄掉龍猴地鼠 畢竟龍猴地鼠這麼好用 交錯偶焰下去 雙方平盾 那硬打的話啦 萊西亞姆肯定是會下場的 因為畢竟出招的速度上 還是非常大的落差 對手龍猴地鼠再出招 但是因為玩家這邊並沒有擋 把萊西亞姆直接賣掉 接下來菊英怪再次上來 那菊英怪這邊被弄到龍猴地鼠 真的是非常尷尬 開盾擋了最後一發 對手直充鑽出來 可是暗影版本的坦度比較脆 吃到對方的一個直充鑽 可能是會重傷的 但是運氣好的 是我們跟他切齊出招 會心拳是出去了 一下下去對手擋招 那這邊菊英怪是否扛得住對方的直充鑽呢 直充鑽出來 唉唷剛剛好把菊英怪K下去了 最後結空我上來 結空我這邊上來的話 這邊龍猴地鼠 哇殘血出大招 今天陣容上看起來 弱點就是龍猴地鼠 龍猴地鼠直充鑽出來 把結空我直接打殘了 對手一隻幾乎打三隻了 但是他的第二隻角色 結果是一配了他的上來 那我們先來一個交錯火焰下去之後 一配了他的殘血 接下來 喔剛剛好把對手點掉 難道會逆轉嗎 那對手最後一個角色 結果是暢翔 那應該是不太可能啦 因為 對手一定要放到招式 讓自己防禦下降 交錯火焰才有辦法打死他 所以最終捷克 為一個交錯手段下去 沒辦法收拾掉 蒼翔對方的小招 直接收拾掉我們 本來以為會是 蓋歐卡之類的 就有機會 但是蒼翔 就沒有屬性上的壓制 好我們就下一場 這一場再次看到地歐卡 怎麼地歐卡 都是100%色違的呢 100%色違這麼容易嗎 那這邊100%色違的 並沒有換角 反正跟我們硬打 然後他這邊 適時的想要切腳擋招 再次看到洛奇亞上來了 那洛奇亞實際上來的話 我們是有忍住的 所以這邊可以使用灰心拳出去 一下灰心拳下去之後 對手的洛奇亞噴了半血 接下來讓捷克姆上來 剛好看到氣血攻擊大概打一半 所以是不用太怕他 而且對方剛剛好 跟我們交錯閃電的出招時間一樣 那我們這邊率先出招 對手會不會保洛奇亞呢 結果沒保這洛奇亞到底是來幹嘛的 好我們再次看到地歐卡 這邊地歐卡要收拾到捷克娃姆是沒有問題的 那他這邊不想讓我們出招 所以是快速的從招式出來 肯定是鐵頭 鐵頭在打電是減傷 但是我們殘血還是被打下去了 目前雙方都有兩盾 巨星怪跟地歐卡的血量上也差不多 但是巨星怪這邊多了一個氣量 所以混血直接出去 混血下去之後 屬性上是弱勢 但是暗影版本的殺害量應該不錯 對手給個尊重檔了 然後這邊也開盾檔 盾出招速度吧 我們現在是稍微略快了一點點 所以會心拳能夠再出去 對手作為角色上來 結果是奇亞蒂娜 那這邊我們龍系的 萊希阿姆帶龍席能夠獲勝 這場看起來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啦 對方想要適時的切腳檔遭那個地震 但殊不知我們今天沒帶啊 所以完全有空間去跟那隻洛奇亞互魔 而且洛奇亞上來直接交錯閃電把洛奇亞打下去 洛奇亞沒做到事情 是一個勝負的分水嶺 然後我們這邊收拾掉對方的奇亞蒂娜 但是萊希阿姆被對手的地歐卡龍騎也吐下去 目前雙方各勝一盾 但目前的狀況就是開盾檔 然後子彈拳直接把對手K下去遊戲就結束了 對手也懶得開招了 好那我們進入今天的最後一場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一場的對手 最後一場的對手的話是象牙柱 屬性上來說我們這邊是優勢啊 因為子彈拳打兵是能夠增傷的 但是對手還是有這個10萬馬力 可以來壓制我們鋼系 所以適時的開個盾給尊重還是必要的 但對手是選擇雪崩出來 雪崩出來之後 接下來子彈拳K不死他 所以導致我們這邊是灰星拳直接按出去 看能不能有效壓迫對手一盾 好下去之後對手象牙柱擋招 但是目前對方殘血出大招 最後一盾還是得看一番萬一啊 結果還是雪崩出來 那目前沒盾了 如果後面有地牢卡可能會有點難打喔 好對手的第二角色結果是奇阿蒂娜上來 那快速的使用萊希阿姆 但是他最後一隻角色是蒼翔 OK那目前狀況還可以 蒼翔的話 進身戰打我們是平傷的 那瘋狂福特打龍減傷 吸鬧是平傷 所以整體上來說沒有屬性上的壓制 對於我們萊希阿姆來說 那對手選擇竟然是瘋狂福特啊 這邊怎麼會選擇瘋狂福特呢 他應該有另外兩招平傷打擊 好這邊我們交錯火焰下去 結果對手防禦一下 非常多扛不住交錯火焰 他最後決定交給奇阿蒂娜了 那奇阿蒂娜一上來我們立刻來一個尖石攻擊 一下下去之後對手勢必得保的 但這場看起來已經結束了 他直接亂玩的那隻蒼翔 導致這邊奇阿蒂娜覺得有點辛苦啊 就算有一頓也沒辦法應付後面的捷庫爾姆 好對手的奇阿蒂娜騎之封 把我們萊希阿蒂娜打到殘血之後 捷庫爾姆上來了 這場已經結束了 容息直接吐掉 所以一開始面倒下牙豬 對手並沒有把握住逼迫我們兩頓的狀況 後面有點亂搞 所以最終我們是獲勝了 結果這一場才是最後一場 剛剛以為那一場是最後一場 結果那一場是倒數第二場 好那最後一場的話 我們看到的是土地雲 土地雲打我們的巨英怪 那土地雲要打贏巨英怪的話 很容易啦 就是蠻力連發然後換角 大概是這個操作 但是我們一定會開一個盾 所以他有可能用尖石攻擊先騙我們的盾 讓自己的攻擊防禦沒有下降 可以看到他這邊是這樣操作的 那我們來個彗星拳出去 我們傷害量是很高啦 對方通常平傷的狀況下是不能不擋的 畢竟子彈拳有傷害 加上彗星拳是剛好能夠收拾掉對方 好接下來準備彗星拳再次出去的時候 對手是切齊的 這個根本就是有在算 好這邊並沒有開盾 再次尖石攻擊 他為什麼不使用滿力呢 可能以為我們會再次開盾吧 那殊不知尖石攻擊沒辦法吐掉我們剛系的 彗星拳出去 逼迫了土地雲直接開了兩盾 來蝦姆上來 來蝦姆此時上來的話 這邊會怕尖石攻擊 尖石攻擊能夠打火系 所以逼得我們開盾 這個土地雲是只有帶尖石攻擊 那對手換角 長翔上來了 長翔此時上來的話 他應該會率先出招啦 一下下來打不死我們 但是他並沒有選擇出招的情況下 我們是交錯為兩個下去 他就得往生了 一個下去 第二個再壓個CMP我們就能夠獲勝了 可以看到對手暢想不知道在搞什麼 本來以為他會先出個招式壓迫我們 但是並沒有 所以我們最終連續兩下 直接收掉對手 所以來蝦姆目前 想上來非常多啊 那對手就這樣跳掉了 那麼來做一下總結吧 巨英怪在大世界盟的表現 一直都會讓人覺得出招速度稍微偏慢 但是威力上還算是不錯 但是今天比較極致的選擇 愛影版本的傷害量更足 只要在平常打擊的情況下 基本上出招都能夠壓迫對手的盾 是我們今天在大世界盟能夠看到的部分 所以玩家如果覺得普通的巨英怪 壓迫力不足的話 你也可以在目前的愛影團體戰 抓一下鐵啞鈴看能夠拼到色違100%的 在對戰中嘗試看看 那麼最後的話我們要再次感謝 UNO玩家提供精彩對戰影片 給玩家們當作參考囉 我們下部影片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